美国《华尔街日报》揭露 我国和中国进行台底交易 利用部分中资项目来解救一马公司弊案 而一马案的通缉犯刘特作 否认自己涉及马中交易 并抨击有关指控出自政治动机 一切是首相敦马哈迪政府 制造的媒体审判 而前首相杜兹斯林纳吉 逐个反驳报道的每项指控 否认马中两国曾经有过这种交易 华尔街日报指中国在2016年 答应协助前朝国政政府 解决一马公司的债务 以及摆脱外国的提控 而我国则以东海岸铁道 和沙巴天然气管计划投桃报李 而目前下落不明的大马富商刘特佐 立即反驳有关报道 他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 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有关马中交易 中国已拯救一马公司换取合同的指控 出于政治动机 他批评报道只有一半属实 当中掺杂了虚构和误导成分 也没有任何合理的证据 支持这些政治指控 一切都是道德破产的首相 敦马哈迪政府惯用的媒体审判 借此来挽救失败的政治事业 对于华尔街日报的严重指控 前首相马杜斯林纳吉 也在脸书撰文反驳 当中包括他否认中国解救一马公司债务 而且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在调查一马案 显示了中国利用影响力 让其他国家策控的说法并不属实 此外 东海岸铁路及沙巴天然气管计划的合约价格 也没有高于市价 NTV7综合报道